大家好,一个非常沉重的消息 今天下午的一条突发新闻 就在今天下午四点半左右 曼谷的塞扬帕拉贡发生了一起不幸的枪击案件 截止目前为止的新闻报道 已经有两人在这场事件中往生 另外还有五人负伤状态 那这个数字可能会在后面有所修正 不过在已知的往生者当中 有一名来自中国的三十多岁游客 以及一名缅甸人 其余的伤者暂时还没有完全确凿他们的国籍 那根据很多媒体报道 行凶者竟然是一名年仅14岁的少年 报道中称该少年家境富裕 父亲是泰国知名大学教授 但是少年可能存在着一些精神疾病 已知的作案工具是9毫米的Glock 那目前作案动机等等还都未知 当然在事发后很快 少年就已经被警方控制住了 那现场也有不少工作人员协助疏散人群 大家也都很快的撤离了 来自香港的著名媒体人Roger Wu 胡慧冲先生刚好在现场拍摄日常影片 那他第一时间就拍到了现场的状况 那我也在YouTube上有看到 看起来现场是比较有秩序的 在紧急疏散和关闭 那并没有出现特别混乱的场面 目前为止呢 塞扬帕拉共还是关闭的状态 泰国总理赛塔也马上亲赴现场 并发表了谈话 后续事件会有怎样的进展 我们可以关注一下最近的泰国新闻 首先在说这件事情之前 我想先对死难者表示哀悼 今天傍晚的时候呢 我就在社区的群组里面看到了相关的照片 比媒体放出来的更加straight一点 出于人道主义呢 我也不会放出来 总之看过之后会非常的难受 虽然泰国偶尔会发生一些枪击事件 但这一次呢 我还是非常震惊 不是说他的伤亡人数有多少 而是他发生在了曼谷最最最有名的 可以说是游客必去的一个 塞扬帕拉贡商场 可以说是曼谷地标一样的存在 就位于塞扬车站 也是曼谷人流量最大的一个车站 曼谷商业的中心 上一次这种在商场里的无差别枪击事件呢 我记得好像是在2020年的时候 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 在泰国的东北部 有一个叫做Nakong Nakong Lachasima府的一个Terminal 21商场 当时是一个现役军人啊 造成的这个伤亡好像有20多人啊 非常的恐怖 那只不过呢 由于发生地点是在外府啊 所以影响力比较有限 但是这次的事件不同啊 他就在市中心 那个我们都熟悉的地方 所以我认为他所造成的影响力啊 可能会和2015年的四面佛爆炸案差不多 并且呢 这次事件中的一名往生者啊 是来自中国的游客啊 虽然暂时还不知道 是不是十一黄金周来这边游玩的游客啊 但总之呢 他在这边遭遇了不幸啊 我可以想象他的家人会有多么的悲伤 本应该是一趟开开心心的旅程啊 却碰到这种事情 而且又是在一个泰国著名的商场里面 这是无论是谁都无法想象的 只能说非常的遗憾 我个人认为这件事情后续对泰国观光业呢 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但是对于中国游客的影响呢 一定会远大于其他国家 首先呢 泰国刚刚开放对中国游客的免签啊 预计到明年二月底 那持续五个月对中国游客免签 那为什么是五个月呢 因为十一和春节都是中国游客的高峰 那泰国政府呢 就是想抓住这两波高峰 但是这件事情一出呢 必然会造成很恶劣的影响啊 毕竟因为之前的嘎腰子传闻啊 泰国已经被骂得狗血淋头了 那好不容易稍微熬过来一点 但又发生了这个确确实实的袭击案件啊 那这下子一定是重创 虽然泰国啊 十分希望恢复旅游业 但很明显他们并没有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 那2015年的四面佛爆炸案啊 当时的死伤更为惨重 那只不过四面佛是一个很开放的环境 要预防袭击的难度比较高 这个不好去责备什么 但这次的事件不同啊 塞扬帕拉贡是一个商场 去过的人都知道 进出是有那个金属探测器的 有保全在旁边站岗的 但是为什么就没检测出来呢 的确啊 泰国是一个可以合法持有枪支的国家 但前提就是要在这种公共区域做好安全检测 那不然合法的意义在哪里 本次事件行凶者使用的Glock 是一种很常见的手枪 并不是那种乡下自制的土枪 应该是不难检测吧 那只能说这里的安保形同虚设 那所以现阶段我不认为 泰国对于保证游客安全 做出了十足的准备 虽然可能对我们这些长期生活在泰国的人来说 这是一个随机事件 碰到的概率呢 可能并不是很大 但也会让我们担心平时出入的场所 是否会让人放心 从宏观上来说呢 犯罪率是一个概率的数字 有高有低 但从个人角度来看啊 就只有零和一 至于这个本次事件的行凶者啊 那个年仅十四岁的少年 是否存在精神疾病 又或是别有动机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后续的报道 希望不要再有类似的事件发生 最后再次愿逝者安息 我们下一次 感谢观看